潮水正在慢慢上涨 十多条渔船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等到潮水快要涨到最高处时 就是它们出发的时候 林波是黄山村的渔民 只不过它们捕捞的不是鱼 而是水母 我们出的老海质 最早的时候记得老人说 以前都是用木筏子出去打这个海质 一颗木头绑在一块 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 将事先布好的网拉起 挂在上面的水母就浮了上来 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 叫做沙海者 它们体型庞大 最长能达到两到三米 最重可达二百多千克 它是贪婪的捕食者 一天之内 它可以吃光一个大型游泳池里的浮游生物 除了浮游生物 它们还是小鱼小虾甚至同类 而且水母没有大脑 不知道鸡宝 一生都在进食 所以水母爆发的地方 鱼类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 不到三十分钟 一艘船就装满了 因为水母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用途 所以打牢上来后 人们就要马上对它进行处理 把水母打捞上来进行加工 也减轻了水母爆发的危害 因为如果把它们杀死再扔回海里 会加速卵和金子的释放 繁殖出更多的后代 全世界至少有十四片海域 经常发生水母大爆发 其中包括黑海 地中海 美国夏威夷沿岸 墨西哥湾 日本海 和中国的渤海和黄海 早在六亿五千万年前 水母就存在了 一般情况下 大概每隔二十年 水母才会爆发一次 而在过去五年内 水母每年都会爆发 七月 中国黄海正处于休渝的季节 经过特殊批准的科考船出海了 他们正在开展一项叫做水母计划的研究 科学家们希望把水母作为一种载体 通过对他的研究 弄明白整个中国近海的生态系统 发生了什么变化 未来会怎么变化 因为水母整个身体含水量很高 而且它是半透明的 所以无论是光学还是升学的仪器 都很难准确探测到它们 所以研究人员用鱼网捕捞 以及肉眼观察等原始手段 对水母的情况进行评估 半个小时后 拖网被拉了上来 几乎全是水母 很少看到大雨 在接下来的几个站点 情况大致相同 水母多的地方 只有少量的鱼和螃蟹 水母少的地方 鱼虾蟹才会多一些 但这些水母体的寿命 不过几个月 天气一旦转凉 就会死去 是什么让它们在近几年连续爆发 科学家们试图找到答案 国际上的研究 重点是看水母 我们要寻找水母爆发的机理 所以我们的主要的整理 是放在水溪体阶段 等到它一旦出来了 就像潘多了 磨盒打开以后 跑出来了 水溪体是水母的幼体 个头非常小 在长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它们都附着在礁石上 它们可以休眠四十年 等待适合的时机爆发 科学家们发现 水溪体具有惊人的繁殖能力 它可以进行无性繁殖 这种无性繁殖的方式 足以让最初的十万个受精卵 最后演变成几十亿个水溪体 然后经过不断的发育 分裂 最终的数量会达到数百亿 水溪体 它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一些水溪体 它可以横略变成水母体 它到底是水溪体 爬在水底下 还是参成水母体 温度 最终的关键 在自然界 任何物种都有天地 它们互相制约 但又共生共存 任何一个物种的过度强大 或者衰退 都会带来生态问题 甚至是生态灾难 只有维护一个稳定完整的生态系统 一个健康的海洋环境 才能让各个物种 各安其位 和谐共存